一个薄情寡义的男人身上多半有这些特征 有时候想想人心真可怕 就算是自己说过的话,做出的承诺 有时候都会想着怎么去说服自己,忘记他 更何况一个男人在动情的时候誓言呢 女人在恋爱的时候都希望找到一个有情有义 对自己忠贞不傲,能牢记自己誓言的男人 这样他们也能幸福地过完一生 可是人心莫测,有的人看上去就是一个正人君子 可是却总会做一些薄情寡义的事情,让人伤透心 一个薄情寡义的男人身上多半有这些特征 第一个,不主动不拒绝女人的男人 胡斌是一个长相不错的男人 娶的媳妇也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平日里大家都说郎才女貌一对,并且关系很好 家里亲戚小孩在外面闹不合的时候 就会被长辈拿出来与胡斌夫妇做比较 夫妻俩一直也相近如斌的过程 直到有一天一个叫王丽的女人早上门来 胡斌的媳妇还不敢相信,认为是无济之谈 想想这些年来,他身边女人不少 但是他一直都是漠不作声的 可是王丽却说,别看他装的专情 其实跟一般男人没什么两样 女人网上一贴,也就回复 一个平时看上去对别的女人暧昧之弱寡文的男人 他们不是不贪色,而是想更完美掩饰自己的罪行 不主动就可以在自己家人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 这同样给来招惹他的女人一种征服语 而不拒绝也给了自己偷心的机会 更给了别人女人来勾搭自己的机会 这样表面清高,暗地里勾搭也属实高招 第二个,嘴上只说不做的男人 小语说他男朋友家里条件不好 自己家里人又吹着结婚 可是男朋友又买不起房 也下不定决心去努力 每次跟他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总是说,对对对,你说的对,我努力 我肯定努力,你就放心吧 可是事后就没影了,和男友在一起四年 日复一日没有见家长确认关系 周围人都说他那男友靠不住 只是会个动嘴鼻子的人 让他赶紧断了 可是小语一直舍不得 但是最近他终于下定决心 不再有期待了 回复,并不是男人背叛了一个女人 才算是薄情寡义 有时候恋爱不结婚 说话不对线也是一种渣男的体现 既然爱一个女人就应该对他付出真心 让他知道你跟他的未来就在眼前 而不是给他一而再再而三 日复一日的空头支票 第三个,刺眼张狗就来的男人 唐文每天都在对莉莉说着 三无能天地和才敢与君爵的情话 可是在莉莉加班自身业的时候 从来没有接过他 在莉莉生病的时候 也只是告诉他要多喝热水等等 就是这种生活小事 让莉莉看出来了 即使自己有情绪 自己再伤心 她还是可以自己一个人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己的死活根本与她无关 而她唯一能说的就是一些没用的四言 都是一字空谈 回复 行动才是一个男人爱女人的表现 一个只会空头说白话的男人 最终都是薄情寡义的 他们的喜欢只是说说而已 对于谁都配得上宝贝儿子 亲尼情话也不是说给一个人听的 也许烂情就是他们本性的暂事 前两天我们吴秀波叔叔上了热搜 说是跟别的女人有地下情 一个在舞台上光鲜亮丽 好男人代表的波叔 就是一个不主动 也不拒绝 就这样让多少女人心碎 真正表面上花心的男人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这种伪君子 一边打着对爱忠贞的旗号 一边背壁里做些让人不齿的勾当 当然波叔的事情还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希望是子虚无有 但是有些事情真的很难是空穴来风 小伙伴们 你们说呢 我们下期再见